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KM Player 平常老實在播我相信會用這個Media Player很差吧 這可能大部分我都把它丟掉 等待用去用它 因為真的不是那麼好用 那您可以試看看這個KM Player 那用KM Player呢 我們一般播放影片的時候相對比較簡單 您可以在我們這個影音製作片裡面 這個KM Player已經是最新版本的也是可惜式的 所以您不用安裝 打開就可以用 好,那今天如果您要播影片的話 好,我就來開個影片 比如說像我這邊開啟檔案 我有放一個在這裡 好,這裡,裡面有一個 這就是我今天打算從那個FB抓下來的 好,那麼我就要問一下囉 我們一般照片很簡單 直接摳了就聳 可是,影片如果說老師可能您要做教材的時候 您想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平常老師會怎麼抓? 因為影片就有時間嘛 所以不常的時間它的畫面不一樣 請問您要怎麼抓 Pulling the screen可以嗎? 是一種方法,對不對? 所以,如果您這樣子把它貼進來 沒有 來,再抓一次 Pulling the screen 好,我們把它貼進來 這個拿掉 把它貼進來 沒有人理你對不對? 怎麼辦? 很簡單 老師平常的快速鍵是什麼? 複製的話是什麼? CMT加C嘛 有沒有過來了? 你也太單單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需要 就是影片中的某一個畫面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甚至按右鍵呢 這個都中文的 所以你要加也很簡單 你看擷取裡面 我剛剛真的用CMT加C有沒有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存成一個檔案 直接存下來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就可以先 我們影片裡面的畫面 看不到哪一方式加下來 那另外有一個 很重要也覺得不錯的是 叫做情節串聯圖版 什麼叫情節串聯圖版? 因為我們平常在看影片的話 你頂多只能看到一個 一個畫面對不對? 可是今天如果說 我要看的內容 是 知道我怎麼講呢? 我看一下 這個還在跑 我的教材裡面剛好有幾個地方 因為我被學校上課主要會是 那個視訊的比較多 好 我的教材 進來 這裡面的這個 好 這次一張影片 可是有沒有 我就全部都加出來了 哪次這個 我剛剛那一張一張張 請問你要直接加幾次? 不多 二、三十次而已 這有點辛苦 所以您可以來試看看 一樣是這段影片 我們來試看看 你可以按右鍵 一樣在截取這邊 有沒有 情節串聯圖版 你把他按一下 你把他按一下 預測的話 因為雖然我們顯示卡都很好 所以他會說 不能在超速模式下使用 沒有關係 請您來做兩個調整 好 那這段影片您看一下 我在這裡 親自圖是可以做速解的 所以我有告訴你說 如果出現這個的時候 請參考這個網頁有沒有 好 我們就直接操作就好了 按右鍵 在這個選項裡面 您可以找到參數設定 這你參考看看 反正知道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視訊處理 預測這個條件 它是在符合條件 你把它改成總式使用 好 這樣子 確定 另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要改的 就是它多段的速度 這邊 視訊的進階 請你把它變成正常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超高模式 超高式的模式 那好吧 正常 好 那這個時候你設定完了 請把這個軟體先關掉 重新啟動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重新啟動它 OK 那我現在呢 就直接再打開剛剛那個影片 好 我按右鍵 一樣是擷取 有沒有可以用的 可以的 各位 那預設的話呢 然後存在相同目錄之下 那 你可以決定說這個尺寸多大 然後呢 幾行幾列 四次就16張 所以整個16張 再來就是你要不要拿檔案資訊 我先都照預設子好了 按確定 它就整個影片幫你討一次 裡面抓16張出來 好 那這裡 好 預設放在這邊 這裡 這張是不是很快 我就可以很輕生的對這個影片有一個霸道的了解 那麼 您可以看到在左上角這邊 他會告訴你說這張影片的長度 檔案大小解析度有沒有 一分多張 然後呢 很重要它上面這個幾秒 所以這個在申辦行事案件也很好用嘛 我們裁判不是有那個 對啊 錄影畫面 或者現在很多行車紀錄器啊 對不對 雖然不是很容易嗎 第幾秒的時候誰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 當然我們在家的時候呢 您如果說 不想要那些資訊 檔案的資訊就把這個關掉 播放時間可以留著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像這樣就處理完了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方式給老師 可能您有時候在視訊的播放 就您需要比較容易就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另外 這個我想就先不講 這個 倒是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 我們現在光碟 不方便敗的話 我們很多時候會把它變成一個 影像檔叫做ISO檔 ISO檔 那 後果是您用其他的軟體 比如說像很常見到 這樣燒路軟體叫MINGO 對不對 NRG 它的印象檔叫NRG 那麼您以後呢 就不用帶光碟來 只要帶那個檔案 可以用這種虛擬軟體 把它模擬成光碟機來用 這樣會相對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 所以簡單的 我先把免隊軟體這邊 右手邊的影音資料先暫時介紹到這裡 希望老師有沒有問題 沒有